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峰 接着上一个视频的 今天是这批牛回来的第二天 早上 我们要做些什么 今天来看一下牛先 看一下牛的状态 等一下饮水跟喂料都要放药的 还有如果要发病的话,怎样去治疗 看一下,有些都还在休息呢 昨天晚上八点多 又要放了一期吸料 放了很多 今天早上过来也没剩多少了 今天主要看牛的状态 看他有没有流鼻涕,流口水 然后精神状态怎样 喂食的时候吃不吃 如果发现有牛不吃东西的话 就马上隔出来 然后测体温 打针 用药 还要注意看一下 地上有没有牛拉锡的痕迹 一般这个长途运输之后 有的牛就水让拉锡 甚至拉血的都有 车皮牛运输前 我们都是打过针的 主要防的就是 激人体感染的传送 浪费 一般我们打泰勒均素 或者浮本尼卡 这两个是其中一个 第二天 在饮水里面炸油维锡 拌料的话 就炸清热解毒的 板青颗粒 然后尾头都要打针 现在开药 第二天 尾头牛都要打一针 这针主要防止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 发烧 流感 腹泻 肺炎 咳喘 这些的 混合感染的 尾头牛打了一针 然后 大规模发病 流感啊 发烧啊 喘气啊 流口水啊 这种的话 大规模的话 就不会发生 只有个别 个别 个别的话 就好记 分出来就好记了 用长针管来打的话 就相对安全很多 而且应急比较小 一扎进去就行了 一拉就出来了 打完了就把绳子给解开了 后面这几天注意观察就行了 发现有不起东西的就隔离出来 减养体温 然后 用药